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RDS用数据库这个产品的课程 第二讲是用数据库的实力管理 在正式讲解这个实力之前 需要了解一下RDS相关概念 第一个就是实力instance 实力其实我们在开头有讲到是 RDS关系性数据库的其实是一个基本单元 就是用心的环境 用户每购买一个RDS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数据库的运行环境 给到大家 那么这个环境之间相对比较独立 直接是隔离的 其实每个实力呢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CPU 有内存 有IoPS这个资源去共享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重组的空间 你的数据库是多大的 那么同一个实力可以创建不同的数据库 比如创建很多个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直接是直接共享的 在一个实力之内 目前的这个RDS呢 是最大内存的18G 1.1T 那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实力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RDS叫做独享一台高配物理机的一个配置 就是有更大 可能是有很多个T 应该是两T还是多少T的一个绝大磁板空间 未来可能会更大 就是说它会随着这个硬件的升级 不叫升级 这是一个特殊的RDS 那么通常我们买的RDS呢 是就是说大家共享的一个物理环境 所以说内存和磁盘呢 是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而且能满足大多数应用 48G内存已经非常大了 对数据库来说那么1T的硬盘 第二是止读实力 止读实力 这个为什么要存在止读实力呢 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实力呢 是只能去读取而没有写的功能 把写写写关掉 那就是说传统情况下 我们使用数据库是在独立的一个数据库的服务器 那么既从它读也能写 但是呢 当我们这个业务量不断变大的时候 我们要想在不改这个不升级应用的情况下 然后去让这个应用的扩展性 支撑用户更多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升级来解决 这就是RDS贴成自己的止读实力 就是为了方便用户去扩展自己的应用 比方说用户一个在线的一个弄坛 那大多数用户需要发帖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要写数据库 把信息重到数据库里面 那需要去读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实际上从数据库把内容读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想把读写分开怎么办呢 我们想把这个读的连接串改成这个止读实力 写的连接串指向原来的主实力 这就实现了读写分离 那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读操作多 写操作少 这儿的话呢 天然就把读写的压力进行了分担 最终的实现了这个应用的一个高的一个并发能力 这是止读实力 那么还有一个RDS可用区 这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在后面的这个开通实力的过程中用到 可用区呢 其实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机房 就是说我在某一个城市 某个地方呢 有多少个可用区就有多少个机房 离成机房的概念就就比较对等 那么在这个机房之内呢 它能够做这个这个这个 机房之内呢 有很多的网络的共享 待会呢 我们通过软件进行隔离 而用户之间的不会干扰 那么通过一个地区的多可用区呢 可以实现这个同城的融赛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 一个有一个用数据Quartiest 那么我们可以在多个可用区直接作为 多个机房之内的一个灾备 假设一个机房突然就出现断电 或者是出一些其他自然灾害 机房整个瘫痪情况下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数据 在另外一个可用区机房 可以迅速的去启用 这就是多可用区的一个价值 那么地域我们叫reg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服务器所在的这个区域 地域 比如说北京属于一个地域 那么杭州属于一个地域 那么这种一般是以省为单位的 或者是说几个省联合起来叫做一个地域 比如说华北 华南 华东 这样的地域 所以说它有地域可用区 是和物理地域有关的 那么实力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用心环境 只读实力呢 那科学压师这个实力呢 只能读不能写啊 这四个概念非常重要 还有两个概念呢 就相对比较理解比较容易啊 一个是RDS的数据库啊 这个数据库呢 和我们传统的啊 MySQL或者Segel Server数据库的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这数据库呢 是在实力下创建的一个逻辑单元啊 就是在一个RDS实力里面可以创建啊 数据库 那这个一个实力可以创建很多个数据库啊 目前呢啊 标配的数据库是MySQL类型的是最多创建500个啊 Segel Server的啊 实力呢 最多可创建50个数据库 数据库名称在实力内 单实力内的名称要唯一啊 比如说我自己买了一个RDS实力 那我创建两个数据库啊 叫DB001 002 不能都叫001啊 那就会冲突啊 所有的数据库呢 会共享该实力下的啊 资源比如说CPU内存和啊 硬盘的容量 还有IoPS啊 数据库账号啊 可想而知就是基于每个数据库 我们要创建账号啊 账号呢 可以去授权去管理啊 某个数据库啊 其实是啊 在RDS实力里面 它和数据库是评级的啊 可以从独立创建账号 独立创建数据库啊 通过授权 来使数据库和账号进行关联啊 目前呢是每个实力最多可以创建500个数据库账号 那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呢啊 应该是足够了啊 这是啊 基本概念 那么接下来这三个概念的是和RDS使用有关了啊 我们有了数据库有了账号啊 然后呢连接数啊 这个概念的是说我们啊一个实力啊 最多支持多少个连接啊 这在我们买的时候呢 根据RDS规格会推荐啊 会有个说明 那么这个实力呢 支持的最大连接数是多少啊 就是说同时连接啊 这个RDS的实力的数量有多少啊 啊 值班容量就是说 重处啊 RDS里面数据的关键值班大小容量 比如说啊 5G啊 10G啊 我们通常是呃 最大是一体啊 也可以选择更高配的啊 管理控制台 就是说我们在阿里用的官方的管理控制台里面 会有一个RDS管理控制一个菜单 那么通过web页面去可以去管理RDS的实力啊 那么后面操作呢 我们会演示啊 如何通过管理控制台去对一个实力啊 进行一个呃 基本的操作啊 会有演示到 那么从这一节开始我们PPT讲到是说啊 如何去选择一个RDS啊 我们刚讲了RDS的呃 介绍啊 相关的概念 那么真正用户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呢啊 那么多的地域 那么多的购买方式是吧 我们基本的从这么几个维度啊 购买的方式购买的时长和地域可用区啊 以及RDS的充足空间内存网络类型以及数据库的版本和类型 那么这几个维度 应该是六个维度 来去看一下如何选择RDS啊 首先购买方式 我们有包年包月和按量付费啊 包年包月就是一次买至少一个月啊 固定时间段啊 那不管你怎么用我就是这么多钱啊 按量付费呢 是说啊 我按小时计费啊 我开通一个RDS我不知道能有多长时间 那我按小时来收费就好了啊 这个不同场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购买方式 地域啊 就是我们在哪个地域要开 在哪个可用区要去开这个RDS啊 通常情况下是跟自己的服务器啊 相同或者最接近的啊 地域和可用区开RDS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佳的效能 数据库类型 我们现在有MySQL SQL Server PostgreSQL和PPAS啊 四种类型 那么版本呢 大家可以在买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血项啊 比如说 MySQL 5.6 5.5啊 那么在续号版本以后呢 会出现网络类型 我们在经典网络还是专业网络 专业网络就是VPC环境啊 我们在VPC就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网络环境中啊 去去看的 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VPC相关的概念啊 做一个了解 通常情况下 我们如果做简单的应用和实业啊 在经典网络就就够用了啊 大家这个作为参考 重组空间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这个我们的内存是多大的啊 240兆开始啊 一直往上 我们现在可能的规格做了一些升级啊 这个PPT啊 是半年之前的信息啊 大家可以看最新的以官网为总啊 这个选择的参数可能现在变得更高 那么除了内存以外 我们还有这个呃 吃完的空间啊 我们从5G开始一直往上 可以选择更大啊 比如说2T啊 还有更更多体的一个空间可以选择啊 这是重组空间的内存 然后购买时长 我们是说如果按照包年包月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月起 也可以购买更多 那么购买的越多 其实有大礼包送啊 这个更优惠啊 这是一个购买的过程和选择的一个参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演示啊 这个我们会看一下这个管理控台上实例啊 主实例啊 子读实例和临时实例啊 什么关系啊 还有基本信息啊 实例的地域 可用区啊 IT 名称以及版本啊 用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 可用信可用空间啊 付费模式和到期日啊 其实在音乐上都可以看到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管理控台 管理控制台啊 好 好 那我们这边的其实我刚刚去啊 升单号的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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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实例啊 啊 就这边我可以标注一下啊 这是我的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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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一个位置啊 啊 点进去 啊 啊 啊 这就是啊 啊 所谓的管理控制台里面的RDS 这个菜单里面的基本信息 从这里面的可以看到我们实例的ID 啊 我们选择的可用区啊 啊 它的名称啊 啊 然后内网的端口啊 啊 内网的地址啊 啊 这个呢 我们需要去设白名单才能去连接 就是 呃 连接数据库的host name 啊 后续我们会也知道 那么实例的分布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子读实例 扎背实例 临时实例 啊 这些都是零啊 那我们创建的时候呢 其实是说 呃 今天不重点讲讲这个这个字点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好了 那么子读实例 临时实例和扎背实例呢 是基于主实例来创建的 那么会有相关的一些一些方法啊 比如点击子读实例 那大家会选择一个备份 然后通过备份来去 来去基于备份去创建我们的啊 子读实例啊 最后产生引用 那么我们基本信息里面 其实大概了解这些概念就好了 我们基础课程呢 只需要学习主实例的相关知识点 那么配置信息这个字段呢 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买到MySQL 5.6啊 一核啊 然后内存是一G啊 然后这个最大连接数支持的是300啊 可以看到 然后充足空间我们是5G啊 已经使用1.18G啊 这是MySQL的呃 系统的数据库啊 所占有的空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啊 这种数据的话 充足数据我们需要解掉这个空间啊 然后去 呃 去计算自己啊 到底能用多少多少这个空间 然后来充足数据啊 这是基本信息啊 然后账号管理 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去啊 新界账号啊 然后去连接数据库 数据库管理 我们现在还没有数据库啊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数据库啊 都是可以的啊 数据库的连接啊 我们先看到我们是经典网络啊 然后是标准的模式 然后呢 访问的次级图啊 这里标准模式是什么样啊 假设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用数据库 用数据库 用数据库 啊 用服务器叫用主机ECS 那么通过虚拟IP去联接RDS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中间的IP地址有一个负载纠衡 就是SLB啊 啊 利用的负载纠衡 这是另外一个产品 那么通过虚拟IP 印象到物理IP 然后连接主数据库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式啊 大家可以参考啊 所以独立的RDS数据库 与其他产品配合起来是怎么使用的 那么这里面是一些接控和报警的信息 那么后期会讲到啊 服务的可用性啊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当期的可用性是百分之百啊 这个同步的方式以及同步状态啊 可用区域在哪里啊 可用区B啊 然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单可用区域啊 大概是个呃 什么概念啊 就是说我们数据库啊 数据库和这个呃 呃 云主机在同一个云区 那么中间呃 祖父开始备份 啊 这是一个从RDS管理控制台啊 可以看到的一些啊 呃 跟Mexico啊 这个实例 RDS实例 有关的所有的信息 那么这上面还可以登录 直接登入数据库 可以重启实例啊 可以备份实例啊 基本上我们常用的呃 数据库管理操作啊 在这个RDS控制台呢 都可以完成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控制台的一个一个介绍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后续有数据库的一些管理 会详细讲到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账号 创建数据库啊 最后呢 来使用这个呃 RDS forMexico的信息啊 啊 好 那这个 这个章节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观看